参与诸沙全臣宇文户,随从灭亡北齐,俘获陈朝名将吴明彻,消灭陈朝精锐的驻国大将军王鬼。 王鬼,次姓乌丸氏,小名沙门,太原郡齐县人,北周时期名将。 王鬼是东汉司徒王允的后裔,世代为周郡贯族,世代出世北魏,次姓为乌丸氏。 父亲王光,年少雄壮有武力,有将帅的才能与谋略,每次随从征讨都有战功。 宇文泰知道王光勇敢决断,很厚待他。王光位置票旗大将军,开府一同三司,平原献功。 王鬼性格正直,慷慨大度有远见,遇事刚正不阿,别人不敢干涉他,最初侍奉俯成功宇文雍。 等到宇文雍继位为周五帝时,受王鬼前世下世,不久转任左世上世,很被周五帝所赏识。 王鬼累次升迁内史上世,内史下大夫,加兽一同三司。 自此,王鬼受到皇帝的恩誉越来越厚重,成为周五帝的心腹大臣。 当时,进攻宇文户专权,周五帝图谋班导宇文户,周五帝因王鬼,成诸刚毅有见识,能当当大事。 于是,向王鬼询问可否行事,王鬼赞成行事。 见得出,王鬼转内史中大夫,加兽开府一同三司,又拜尚开府一同大将军,封上皇献功,亦一千户。 军国阵势,王鬼都参与其中。 见得五年,周五帝东伐北齐,北州大军围攻靖州。 北齐靖州刺史崔景松,守城北面,夜中派遣使者,向北州投城。 周五帝上令王鬼率军接应,天还没亮,王鬼便率军登上城墙鼓噪,守城齐居京聚,全都逃走。 于是攻克了靖州,请其城主特径,海昌王魏向贵,俘虏骑兵八千人,王鬼接着随从周五帝平定并州夜城,应攻敬畏上大将军。 靖绝谭国公,亦三千户。 南城将领吴明彻入侵女粮,北州徐州总管粮食宴交战不利,于是退保周城不敢出战。 吴明彻于是堵塞清水,筑起堤坝,用以灌城,在城下摆列下船舰,准备攻城。 朝廷让王鬼为行军总管,率诸军复旧。 王鬼在清水入怀口,在水中竖起很多大木头,用铁锁贯穿车轮横跨江面,以切断吴明彻水军的归路。 王鬼正欲掘开吴明彻所筑堤坝,吴明彻知道后感到恐惧, 于是破坏了堤坝撤退。 吴明彻希望趁绝水之势,船队得以进入淮水。 等到吴明彻的团队到了清口,河道变得开拓,水势衰减,船舰受阻于车轮不得通过。 王鬼趁机率兵包围了吴明彻的船队。 陈军当中,除了票旗大将军肖摩科率领2000骑兵先行离去, 吴明彻及陈军将士三万余人,以及器械资众都被王鬼俘获。 南城的精卫士族全部俘获,周五帝嘉奖王鬼,王鬼敬畏驻国, 拜徐州总管,七州十五镇诸军士。 王鬼严谨持重,多磨略,加上女粮之圣,威震敌尽,成人都畏惧他。 太子宇文云争讨土玉魂,周五帝命王鬼与宇文孝伯跟随, 军队的行动都由王鬼指挥。 当时,攻隐正义,王端等受到了宇文云的宠信, 宇文云在军中犯有过失,正义等都有误导的责任。 大军回来后,王鬼等向周五帝汇报了宇文云在军中的过失, 周五帝大怒,于是责打宇文云,将正义等人免官并胀责。 宇文云因此记恨了王鬼,王鬼曾经与小类使贺若碧言及此事, 并且指宇文云必不能肩负国家重任。 贺若碧赞同王鬼,劝王鬼向周五帝臣说, 王鬼后来陪侍周五帝,对周五帝说, 皇太子没有人孝,德行浅薄,恐怕承担不了陛下您的家事。 我智慧短浅,不足以论是非。 陛下一直认为贺若碧有文武奇才见识宏远, 而贺若碧每次合成谈起此事,都深以为虑。 周五帝于是召贺若碧询问,贺若碧于是违心地说道, 皇太子有德行,慰文有过,不知陛下从哪里听闻此言。 贺若碧退下后,王鬼责备贺若碧前后不易,反复无常。 贺若碧回答他道,这是你的过错,皇太子国之储君, 哪能轻易地说就更换呢? 此事有一点差错,便是灭门之祸。 本位功蜜曾赃佛,何德遂至昌颜。 王鬼沉默很久,说道,我专心为国家,所以没有考虑自身, 向着对众粮食非夷。 后来,王鬼在一次宴席上向周五帝敬酒,摸着周五帝的胡须说, 好可爱的老头,但很厚似暗弱。 周五帝也深深认同王鬼的看法, 但周五帝的次子汉王宇文在没有才能, 其余诸子都还年幼,所以最终没有更换太子。 等到太子宇文云,继位视为周宣帝, 重新将正义等人任命为晋士, 王鬼之道大祸将至,对亲属们说道, 我昔日五帝还在的时候,实在是完全为了设计考虑, 建议换历太子。 今日大祸将至,我是一定知道的, 徐州牵引整个淮南,与南朝相邻, 我若为自己考虑,一同反掌, 但忠义的气节不可亏损或违反, 况且,我门受先帝后恩, 时常想着以死报效, 怎么能因怕得罪新君,便要辜负先帝呢? 我就在此等待一死,不做其他考虑, 希望千载之后世人知道我的忠心。 大象元年,公元579年, 周宣帝令内史杜于信, 到徐州诛杀了王鬼。 当时,玉镇中大夫言之仪, 上书劝戒,但周宣帝不接受, 于是,王鬼被杀,王鬼忠心卫国, 兼立有大功,忽然无罪被杀, 天下知道与不知道他的人, 都悲伤惋惜。 王鬼性格沉淀, 身谋远虑,智勇兼备, 失为北周的显要人物, 曾赞同北周五帝除掉宇文户, 清明朝政, 并协助五帝率军攻克北齐靖州和并业二臣, 进而灭亡北齐, 统一黄河流域和长江上游。 他还率军歼灭了成国精锐军队, 功名显赫, 身为周五帝所器重。 然而, 王鬼最终无罪被诛, 不能不说是北周的悲剧。